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PPO的牙科保险是允许你在美国的医疗网络内和网络外来寻找牙医或者是牙科的诊所 网络内的牙医的价格相对来说会更低一些 此类的保险的医疗网络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会比较适用于除了常规检测之外需要其他牙科医疗服务的群体 一般来说HMO的牙科保险要求在网络内来寻找牙医或者是牙科诊所来获得承保 HMO的牙科保险只会在紧急情况或者是法律要求的情况下来承保网络以外的服务 此类保险的医疗网络会比较小 所以比较适用于定期来预防性的牙齿检查的群体 在美国不同的牙科治疗项目被划为四个等级 包括了预防诊断项目 基础的恢复护理项目 大型的恢复护理项目 以及是牙齿矫正项目 对于每一个等级的项目以及是赔付比例 不同的牙科保险是有所差异的 对于预防诊断项目 大部分的保险计划会报销80%到100% 比较好的保险可以100%报销 预防诊断的项目通常是包括了常规的口腔检查 牙科的X光片 洗牙 含浮涂料等等 而是否包含窝钩封闭 以及是牙齿保持器 通常是取决于具体的保险计划 并且可能会有年龄的限制 对于基础恢复的护理项目 大部分的保险计划会报销70%到80% 一般可能会有6个月以上的等待期 比较好的保险是能够报销80%以上的 而且是免等待期 基础恢复护理项目通常是包括了 补牙 拔牙 简单的口腔手术 还有牙周预防等等 对于大型恢复护理项目 大部分的美国牙科保险只会报销50%或者是以下 并且很可能会有12个月以上的等待期 部分的项目甚至是不报销的 大型的恢复护理项目通常包含了复杂的口腔手术 比如说拔智齿 牙周的手术 根管治疗 烤瓷牙 直牙等等 对于牙齿矫正项目 此类报销通常是独立于刚刚介绍的三项 单独计算的 而且通常是有终生报销的上限或者是次数的限制 此外 牙科保险通常是不给报销美容牙科项目 比如说是牙齿的美白 还有牙齿贴面等等 因为这些项目是不属于医疗的需要 建议大家购买美国牙科保险的时候 要仔细来阅读条款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牙科折扣计划 牙科折扣计划是可以通过折扣价格购买医疗服务的产品 可为无保险或者是保险未有覆盖所需项目的人 在一定折扣的基础上来减免费用 美国牙科折扣计划与牙科保险不同的是 当我们在医疗网络内的诊所看牙的时候 可以直接拿到比较低的折扣价 与牙科保险相比 牙科折扣计划没有年度的报销上限 而且通常都是随时购买随时起效的 无需等待期 也没有原有疾病的限制 除此之外 部分的美国牙科折扣计划 可以报销牙科美容的项目 所以牙科折扣计划相比于牙科保险 会更加的灵活还有划算 美国牙科计划和牙科折扣计划 都是有各自的优势 那应该如何来进行选择呢 牙科保险虽然是投保费用较高 但是更加全面一些 而且拍片检查洗牙都是免费的 平时定期护理牙齿 也能避免让牙齿出现大的毛病 如果牙齿非常健康 每年只需要做一个常规的口腔检查 或者是需要做口腔手术 比如说做牙罐的修复啊 还有拔制齿等价格较高的项目 那牙科折扣计划呢 可能会更值得购买 不过呢 不论是购买牙科保险 还是折扣计划 都比自费致牙划算得多 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牙齿情况 来决定购买牙科保险呢 还是牙科折扣计划 下面给大家推荐几家值得信赖的牙科保险公司 Delta Dental是美国最大的牙科保险提供商之一 在美国的50个州 华盛顿拓区和波多黎各 为个人和团体来提供经济实惠的牙科保险 还有优质的客户服务 并且在全美各地的社区展开本地的业务 Delta Dental为超过了8000万人提供牙科保险服务 拥有全美最大的牙医网络 他们的保险计划种类丰富 包括了PPO Dental Permit HMO 以及Patient Direct 等等 这些计划的具体内容和价格 均基于保险人所在的州、年龄、赔付需求 以及是个人的牙科需求等因素而定制的 对于那些需要矫正牙齿的人群来说 Delta Dental的牙科保险计划往往是首选 Renaissance Dental 是拥有超过60年的理赔经验 每年为超过1330万人提供牙科保险 每年支付将近37亿美元用于牙科的护理 并且他们家的PPO网络内 包括了全美超过375,000个牙科诊所 他们提供多种的牙科保险计划 对于个人和团体都十分灵活 不同的牙科治疗等待期的时间会有所差异 常规检查、洗牙、孵化物治疗都是没有等待期的 但拔牙可能会有6个月的等待期 Gardier是一家拥有150多年历史的公司 最初专注于团体的保险业务 后来进军了医疗保险市场 发展成为全美最大的牙科保险公司之一 其牙科的医疗网络内有超过10万名的合作牙医 而且他们家的牙科保险计划 主要是包括了PPO还有DHMO两种类型 这两种选择在全美大多数州都是有提供的 每种计划类别下还设有多个细分的等级 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 以PPO计划为例 保费最便宜的是每个月16.85美元起 最高等级的则是每个月33.99美元起 此外Gardier还拥有一套完善的网上牙医搜索的系统 使客户能够方便快捷地找到适合自己的牙医 同时该公司也以其高效的理赔速度而闻名 为客户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Signa也是很多人选择的牙科保险公司 其网络内拥有超过9万3千名的牙医 并且只要是在网络内看牙 预防诊断项目都是不用付挂号费的 也是免自付额 除此之外Signa全年从早上8点到晚上8点都提供电话服务 他们家提供不同等级的牙科保险计划 一些高级计划甚至是涵盖了传统牙科保险中 不常见的矫正治疗和牙齿修复 但这类计划的保费也会相对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Signa牙科保险的生效等待期普遍会比较长 最短的是6个月最长的可能会达到一年 如果您想推荐其他的牙科保险公司 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想要了解更多的实用信息 不要忘记关注订阅落成焦点频道 周一到周五的晚上7点 我都会带给您精彩的乐活好丢 我们下期见 大视频道 有一点 我们下期见 在大视频道上